红通通的九宫阁 牛肚轻轻涮几下 鲜嫩Q弹 干杯集团旗下麻辣45 坐落在微风信义45楼 号称全台最高麻辣火锅 然而如今却宣布 由于房租将到期 加上中国大陆进口辣椒原料 取得越来越不易 因此将在10月14号歇业 由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辣椒 在今年进口的难度相较 以往提高许多 我们也比较容易遇到 供应商断货的一个情况 另一头连锁火锅老先爵 业者也坦言 确实取得辣椒粉有点困难 但状况没有像先前 苏丹红事件爆发时那么严重 目前营运上没太大影响 而竹间集团则表示 由于供应商较多 因此目前没短缺 麻辣集团也表示 因供应商有供应量保证协议 因此没受影响 价格上也波动比较大 那以跟之前的对比来说 大概也涨了大概两三成左右 而实际走一趟迪化街 也能明显看出新香料店家 货架上的辣椒制品越来越少 业者坦言先前苏丹红事件 导致台湾检验标准严格 让许多进口商不再进口 甚至有些中国大陆辣椒业者 直接放弃台湾市场 业者坦言从中国大陆 进口的辣椒干辣椒粉 大约占八成 其他则是从泰国越南印度进口 如今短缺问题越烧越大 也苦了餐饮业者和湿蜡烛 TV的新闻 黄冠伟刘一生 台北这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